特朗普宣布胜出美國總統大選第二度入主白宮 說會協助國家復原 半綱學者認為特朗普對美國國內經濟問題 以及墮胎、擁有槍械、非法移民等民生議題的取締 是他贏得選民支持的關鍵 歡迎收看時事兜面體 美國有50個州加上華盛頓特區 合共有538張選舉人票 但是關鍵戰場其實只有7個搖擺州 即是民主黨和共和黨支持得差不多 選民沒有明顯政黨編好的州份 今次選舉結果 特朗普可以說是橫掃搖擺州 為什麼呢 香港時間星期三早上 一班在香港工作的美國人 早就來到香港美國商會會址 一直吃早餐 一直收看總統大選結果 不少人說今屆是選情最激烈的一屆 所以特地來和大家一起看直播 感受選舉氣氛 正因為民調相近 他們亦都感受到 美國國內兩黨的支持者比以往更加分裂 對於民主黨的支持人 的感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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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到 他們也會有高分裂 或者至少 還以為會超過分裂 外界原本预期特朗普和何感丽会势均力敌 但各州选举结果陆续出路 特朗普横数多个州份 一直领先对手可感丽 特朗普在右传媒推算 他拿到当选门栏所需的270张选举人票之后 在佛罗里达州志行向支持者宣布当选 特朗普选举人票之后 特朗普又说会协助国家復元解决国内问题 包括备受争议的非法移民问题 特朗普的支持者就提前庆祝 不少支持者都期望特朗普能够压低风仗 更加有支持者专程由民主党票冲纽约 而何锦麗竞选团队就说 何锦麗不会在竞选之夜见支持者发表讲话 但会在第二天早上发表全国演讲 相比四年前特朗普竞逐连任的时候 只是取得232张选举人票 现时官司前身的特朗普今届表现 反而比四年前更加好 取得被视为民主党蓝牆三州之一的 宾夕法尼亚州 还有上街由民主党胜出的 另一个摇摆州座治亚州 有本港学者认为对美国国内经济问题 还有墮胎、涌枪、非法移民等等 民生议题的取代 是特朗普赢得选民支持的关键 很多人关心的是美国债务很高 美国税很高 这个对自己有很大的影响 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讲 川普是有点有利的 因为大家觉得他的经济政策 会对美国更加好 另外一个他最加关心的问题 就是这个immigration、移民 特别是与拉米尼非法移民的问题 现在这个其实是很严重的 美国毕与研究中心民调显示 有约8成美国受访者对中国持负面看法 大约五成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 但努灵荣估计特朗普对华政策 对选民选择影响其实不大 其实美国总统大选对外关系 从来都不是水面关心的东西 美国它对中国的政策 都是两党都差不多 现在美国内部 很多问题上都是对立的 但唯一一个他们要认识 就是对中国的政策 所以in a way 不论是Harris 或者是川普上台 美国对中国的这种政策 不会改变的 研究美国选举当年的陈伟迅就认为 未来四年 特朗普要拉近两党支持者之间 对不同议题看法的差距 几乎是不可能 可能他们需要去想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问 如何重建民众对于美国 作为的宪政体制的一个信任 有没有办法令到 它真是可以符合到 民众对于政府的要求 以至到我们在说 在两党政治的各族里面 它可不可以去令民众 感觉到其实这个政府真的在帮助你 在做事 我想那是相对于 做任何政策去拉近民众的距离 那是来得更加迫切 特朗普发表胜利宣言之后 外交报回应说 会继续按照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的原则 看待和处理中美关系 英国首相斯基言就说 期待和特朗普合作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赞扬特朗普承诺 会透过力量去实现和平 意味泽连斯基期望特朗普 能够成功推动 俄乌战事结束 以色列总理奈塔利亚胡发帖文 祝贺特朗普胜选 形容是巨大胜利 相信特朗普的历史性回归 将会为美国带来新开始 也有利于两国的盟友关系 至于俄罗斯总统普京 暂时未评论美国大选结果 但有俄方官员和美媒说 因认未来情况更难预测 俄方已经为变革作好准备 事指当面在今集成员 夠了 拜拜